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看馬世界 又是我世榮和大家見面 在這個環節我會和大家講一下如何看馬 有時對頭柱很有幫助 有隻馬的身形、腳髮甚至血統上可以著出一些推測 你遇到形勢買下去就容易 我們常常說減分的馬 你不知道減到什麼時候可以 為什麼我常常都會知道呢 因為可以由時間看出來 之前講過不同路程草地 今次有五場泥地 就和大家講一下泥地 泥地後上馬有一個四班的通用 有三個條件 泥地後上四班 這三個條件大家要記住 其實走到45秒內的馬 後上的話 大家都可以留意 有什麼馬可以 就馬上帶大家去看看 未講之前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右邊 四星龍珠 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創版頻道 好了 訂閱了嗎 我們馬上去看 其實帆哥兒 譬如我第七場四班 千二友貼 怎麼知道它可以 上次我也有貼到給大家 其實是有個沒段時間看出來的 怎麼看得到的呢 其實你可以在分段時間看 它的沒段是做到45秒內的 44秒9 剛剛沒有加起來 雖然有些零頭的 我知道 在平板上看會更多 大底相當是45秒 但是後上馬 你說會不會其他都可以的 你就看劍在九天 都要超過45秒的 會不會是那天地晚呢 都不會 譬如金樽一號 後上也僅僅45秒 所以也不是很差 跑到第二回來 這場我們有貼到進黃聲給大家 不過放頭了 下次再說 你說會不會是關於步速事 那就看看 有快步速的時候 就算是後上馬 下風彩華亭那些 都要超過45秒 所以並不是說 跑到什麼步速都好 四班千二 而你可以找到45秒內的後上馬 最後兩段 最後兩段 通常那些馬都可以的 尤其是你看到 舌陰上次 由走外跌 什麼都不好的了 根本這次就可以留意多些了 好了 這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就再給他一次機會 看看這次行不行 這場步速快 我們待會更加多精彩節目 千萬不要走開 多謝收看 拜拜 嗯 posting